红博周四引述知情人士报道 美国晶片大厂高通准备在伺服器晶片市场卷土重来 抢供这个高成长产业的280亿美元商机 并降低自己对智慧手机市场的依赖 高通去年以大约14亿美元收购Nuvia晶片设计公司 Nuvia已为伺服器行业提供技术起家 台积电和三星电子等晶片大厂的重要半导体设备供应商应用材料 对本季营收做出乐观预测 认为该公司能安度晶片业面临的不景气 应材周四发表声明说 截至10月底址的第四季营收估达66.5亿美元 日本7月核心CPI再刷新高 连4个月冲破2%大关 创7年半来最大增幅 晶片设计大厂联发科19号宣布推出新4K智慧电视晶片 借由人工智慧画质优化技术 提升电视的智慧化功能 可支援在单一荧幕上 以分割画面的形式同时显示多个讯号源 终端产品预计今年第四季在市场亮相 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导